西方的一些媒体包括彭博社的一些记者对中国政策的一些预测 我个人也接触了一些彭博社的一些记者 当然在西方的媒体中间有一部分媒体是抱着一个对中共的政策 希望的这种期待心情总是朝着好的方面去解释解读 或者是期盼他们朝着美国所设定的这个方向去走 所以有这样的一些报道 另外一方面我们也确确是看到了你刚才举的一些细一些例子 比如说蚂蚁集团或者是什么其他的经济上的一些稍稍的一些放松的政策 给民营企业的一些贷款重新恢复了等等这些东西 当然这个就像我刚才说的 如果从这个简单的几个例子里面 就认证说习近平的政权要改革开放 要回到邓小平那种改革开放的这个时代 我觉得这个是走得太过了 这是一厢情愿 正像你刚才提到的一种观点 这个这种观点实际上我们听了十多年了 说习近平独裁集中权力就是为了将来有一天大权在握了 然后走改革开放 大改革 那这种观点我从十几年前我跟你讨论的时候 我已经对这种观点不知可否 这个非常反感 因为一个人独裁专政十年让他在回来 是为了改革开放 而且我们也没有看到他任何改革开放的这种例子 所以这种观点我觉得是在为习近平洗地 没有任何现实的依据能够让我们看到 习近平为了独裁是为了改革开放 这个目前二十大开完以后我们也看到了 这个中国的政局政政局的各种委员或者中央委员 这个基本上是被习家军给控制了 在这样的一种状况之下 如果中国还存在着一点误失派的这个实力的话 那也是非常微弱的 我认为所以习近平指望他来改革开放 这个我相信是天方夜谭的